在一场重量级的中超收官之战中 广州队以0比1输给了上海海港 拱手让出了争冠组第二的位置 但是看完本场比赛的人都知道 广州队占据着场上的绝大部分优势 只不过上海海港还是靠着更为稳定的发挥 才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赛后 上海海港的克罗地亚级主教练莱克 主动找到了广州队的执行主教练正直 向他送上了祝福 并说非常喜欢广州队的打法风格 希望正直以后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莱克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广州队本场比赛的发挥 却是比上海海港要好很多 尤其是在派出了8名U23球员的条件之下 最后甚至还有班庭比分的机会 当然了 上海海港的发挥也不错 他们凭借着小将刘助润的绝杀球 笑到了最后 用一个词来形容广州队本场比赛的表现 就是输球不输阵 正直虽然输给了莱克 但是假以时日 这只广州队再成熟一些 势必能够先翻上海海港 从赛后的数据统计来看 广州队本场面对上海海港的优势非常明显 广州队的控球率是55% 上海海港是45% 广州队射门12次 上海海港是3次 广州队进攻次数是122次 上海海港是85次 其中广州队危险进攻是47次 上海海港是34次 值得一提的是 莱克与郑志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同名人 郑志今年41岁 莱克是43岁 莱克也是职业球员出身 他曾经在克罗地亚和比利时联赛踢过球 也都拿到过冠军 2014年退役之后 莱克选择在比利时联赛开启他的教练生涯 并带领布鲁日拿到过比甲冠军 而只比莱克小两岁的郑志 直到现在都没有退役 他的身份是球员兼职型主教练 还没有正式执教中超的资质 只不过因为广州队的信任 郑志的执教才能提前有了用武之地 面对莱克的肯定与祝福 郑志也同样表达了祝贺与感谢 祝贺你们上海海港拿到了第二名 谢谢你 也祝愿你们在足鞋杯拿到好的成绩 也许这就是惺惺相惜吧 同样都是球员出身 同样都走上了教练员的岗位 只有莱克才懂得郑志的处境 一位菜鸟主教练是真的不容易 在这里也希望郑志 能够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执教风格 以振兴南派足球为己任 在前进路上不要轻易延弃 加油 郑导